今天只要22万起 极客001的FR的平台 使用了断碳的工艺 谢谢这辣个的车展见闻 朋友们相逢了呀 极客007就在我的后面 它的售价今天只要22万起 这个价格你觉得如何呢 评论去留下你的看法哟 我们先来看一下前脸 咱就是说好不容易适应了 原来极客的那个造型 前面带了两个青蛙眼对不对 还觉得还挺酷的 但没想到这次它被取消了 但是呢你可以看到 它的车头机盖的部分 隆起的部位 还是能够隐隐约 感觉到它曾经 好像是有两个日行灯在那里 对不对 但是现在呢 前面呢变成了一个LED的这种 自定义灯履的LED屏 我有一朋友有他说了 这个看起来就好像断臂的这个 波径 或者是蒙着眼睛的张无忌 看上去有点 大家遐想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侧面 它其实呢 也是非常具有流线 以及运动感的 那动力方面呢 新车类是基于 咱们极客001的FR的平台 800VR打造的 那这台车呢 最快可以2.84秒 最长续航里程有870公里哦 那现场呢 除了这一台之外 还有一台黄色的 那台黄色呢 就更加的运动了 那全车呢 也是使用了断碳的工艺 蓝色这台是入门版 黄色这台是性能版 并且搭配车身同色轮毂 黑色也是非常的大胆 前脸和后尾衣 都用上了断碳材质 配备运动包围套件 并且提供了竞速模式 动力呢 极客007采用的是 800V高压平台 碳化硅高性能电机 搭载宁德时代的麒麟电池 会有后驱单电机 和双电机两个动力版本 超常续航 CLTC的 综合工况续航里程 是870公里 性能版的 百公里加速是2.84秒 另外呢 极客007全系都会 标配前双叉臂 后多连感的 高性能选驾系统 同时呢 跟极客009一样 全系车型 都是一体式 助压的后端旅车身 大大提高了 整体车的刚性 这有高级程度 也可能更有效地 减少震动和噪音 不管是普通版本 还是新的版本 极客007呢 都在各个方面 卷出了新的高度 那不知道你们呢 是更喜欢老可能的造型 还是新款的性能呢